主席 主席我要先请主计长跟经济部长 请主计长跟经济部省部长 主计长好 部长好 两位都辛苦了 我们先看我的准备的powerpoint 其实我看了主席长您所提出的追加预算的报告内容里面看到 其实行政院对于追加预算书的说明是宽 我们修法要宽要快要方便 用钱是以缓计级 那这是我们有政府所以请安心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现在很多外界有很多都在批评的是 看得到吃不到 甚至于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已经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击了 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桃园市长 郑文燦他也开骂了 他也建议要放宽要放宽条件 那我们星期一的经济委员会 我们连执政党的委员也都一起开骂 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是不宽不快不方便了 也就是缓不济集 所以我是想要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主席长 是的 我们现在到底我们这个预算 我们大概预估我们可以照顾到多少人 有多少百分比可以向政府来求助 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我们这个2100亿里面 我们对那个受益的对象 如果是个人的话 我们大概会个人受益的 那个大概会有400多万人 400多万人 如果是企业的话 大概会有200万加次 加次 所以这个比例是不太高的 400万人 可是他400万人 根据台湾家庭收支调查报告 每一个人他家里面会有 每一个妇里面大概会有3.05个人 所以400万人的话 就他的家庭里面的人 大概会有1200万人 是 谢谢 报告 这个主席长 其实 其实因为我们看到 即使在这么不济 我们看到这个 在世界国际新闻上面 经常闹笑话的川普 他的整个苏库人方案 他自己提出来是可以有 53.3%的 美国人都可以收 都可以领到钱 然后安倍 安倍每个人发10万日币 所以 我觉得 麻烦你再跳回上一页 我觉得 现在 现在真的是受到冲击的人太多了 所以 昨天才出入了这个美丽岛电子报里面就提到了 其实 其实 对于整个国内的经济现况评价里面 做出负面评价是超过七成 72.2% 但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 民众也知道 我们要优先防疫 重视防疫 所以 下一页谢谢 我这个我就要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这个部长 沈部长 因为我们 其实苏院长讲得很对 我们要提早布局 在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复苏 经济可以复苏 请问我们准备够了吗 好 我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就是在做这一个现金的纾困 所谓现金的纾困就是针对这些受困的企业跟产业 我们提供给他员工薪资的补贴 以及营运费用的补贴 以及水电费的减免 最主要是减轻企业的负担 所以 让他能够活下去 然后把产业救着 救起来 然后稳住就业 然后我们才有消费能力 好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还是要请经济部 能够要提前布局 为未来的复苏 能够先做好准备 两位辛苦 所以请回座 我接下来要请内政部 陈政次 以及 卫福部的 何政次 请内政部跟卫福部次长 各位好 邱次长 何次长 两位好 其实我们看下一页 其实我对于台湾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经济都受到冲击 当然我们最有信心的 我的power point 麻烦再按一下下一页 其实我们大概最 最有信心的就是我们口罩 我们口罩不是世界第一就是第二了 所以我们现在 产量又稳定品质又好 这就是我们只送不卖 要帮助更多人 这是防疫的台湾模式 但是我也看到 乔委会里面特别提到了 其实我们这个现阶段 这个侨民 对于口罩的医疗口罩的需求是160万 但是我们大概只送了5万出去 既然我们现在的口罩已经多到可以做外交了 我们请问 请问次长的 我们有没有去盘算过 应该是何次长 有没有盘算过国内安全需求的数量 那可领未领的现在在进行实名制的口罩数量有多少 以及有没有办法考虑到去帮助我们的海外侨民 跟委员说明 昨天的指挥中心会有跟侨尔会那边确认 目前已经朝这个方向去规划 那也请他们盘点数量 那由指挥中心会提供给他们 那重点就是说 可能要跟外交部一起合作 因为必须要管控这些数量 而且同时要符合实名制公平的一些原则 那更重要的是因为 每个国家我们的住点有限 那加上路途遥远 这可能在技术上还需要 就是乔委会跟外交部一起来协同一起处理 非常好 非常感谢 至少我听到这个 这样的需求有被关照到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了 那我们其实 麻烦再下一页 我们其实这两天 其实昨天医护人有去抗争 那我觉得我们的医护在这次的防疫座战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群 那他们最近在谈到就在SARS期间 他们都还有 而且我们这个陈时中部长 其实一早有讲过说 可以给他们医师跟护士 每人一天是一万元的补助 那现在感觉上是要评分是不是 各位委员说明 只要你是在同一个院 同一个院病房区 那医师就是一比十 护理同仁是一比五 那只要不管你是几班 只要是共同照顾的 每个人都是一万块 都是一万块 不会三个人去分这一万块 绝对不可以压榨 不可以剥削这群 非常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 非常感谢 那其实我也在请教这个次长 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口罩3.0上路了 可是还是有很多高龄者 慢性病者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长者 其实他们本身就属于比较高风险的 容易受感染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每人每天一片呢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考量 因为包括这些长照机构 或者是老人之家 担养之家 我们大概都会考量他们的需求 我们希望 本席非常希望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非常希望我们指挥中心尽快去规划 不要让这些家属也好 或者这些长者们 还要或这些每天怎么样去找口罩来烦心 最后不好意思 我们谈到口罩缺很多了 本来以为部长或者是政策会在 我们谈的非常非常多 在下一页 我们其实政府也不断的拍胸脯保证 说了这么多次一定都会准备了 但是 再看下一页 我们也看到 这个高雄市昨天还在讲说 他们的没有 他们口罩不够 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会有一个落差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内情都没有发口罩 但是次长在这边非常知道警察工作的特性 内外情交互资源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可不可能比照国军 就是他们全军每人每天一片 我的建议是不分内外情 每人每天一片 麻烦部长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请这个次长带回去跟部长反应 那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帮 帮袁警还有消防同仁争取到这些 警察同仁需要我们一定优先满足 这个一定做得到 好谢谢 谢谢